以下为大家介绍ABC借力法则 ABC借力法则 是的 好,首先介绍ABC借力法则的功能 一,它可以让我们借力、使力、不费力 大大提高沟通成效 二,可以让听者对沟通内容产生 强烈的兴趣、好奇与认同 哦,这么好用哦 是的 好,那ABC分别是指什么呢 对啊,它们是指什么 所谓的A是指Advisor就是顾问或指导者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要介力或推崇的人、事物或工具等 那B呢,就是Bridge就是桥梁 是指我们自己或中间者 也就是扮演桥梁的角色啦 那C呢,是Chat Object 就是我们聊天的对象 也就是我们要分享或沟通的对象 原来如此哦 ABC借力法则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哦 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艺术 甚至是学校老师常用的教学方法 那ABC借力法则成功关键是在于B 也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中间者这个角色 B要适度的推崇A 让C对A产生期待、信任、尊重或敬仰 以下举例能让各位更加了解借力法则哦 举例一,我有位朋友A是投资理财的专家 刚好有另一位朋友C想了解投资理财这方面的知识 那么我,也就是B可以这样说 我有一位投资理财非常专业且很有心得的朋友哦 我可以介绍他给你认识 你可以跟他好好的聊一聊 或许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因为借由我,也就是B 推荐投资理财专家A 让想了解投资理财资讯的C 对投资理财专家A产生信任与尊重 这就是ABC借力法则的运用 举例二 学校体育老师B 要教导学生C学习投篮动作 那么老师可以这样说哦 今天老师要介绍给同学一位 NBA史上投篮进球率最高的篮球明星 他归纳出几点投篮的技巧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些投篮的技巧 相信透过练习 同学们的投篮进球率将会大大提高哦 因为老师B就用推崇篮球明星A的光环 使得学生C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 这就是ABC借力法则的运用 举例三 我也就是B 想介绍一本畅销书A给一位朋友C知道 那么我可以这样说 这本书是博客网路书店财经类排名第一名的畅销书 倒进了富人和一般人思维的差别 如果你不反对拥有富人的思维 及拥有富人远远不绝的财富 你可以好好研究这本书 相信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因为我也就是B借用推崇这本畅销书A的光环 使得朋友C产生强烈的动机 想一窥就近这本书的内容 这也是ABC借力法则的运用哦 只要学会灵活运用ABC借力法则 就可以让沟通变得更省时省力 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就像孔明草船借鉴一样 优雅依然又自得 所以无论我们要沟通观念 分享资讯或邀约等 只要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借力的A 那么成功率将会大大的提高哦 真是太棒了